朋友们好,我们今天讲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 闲话少序,书写上文 讲这个南宋,南宋高宗,少兴十三年,十二月 有一艘从泉州驶出的商船在海上沉没 时间应该是在二十七日之前 然而朝廷得到的消息却是有关部门没有过问 也不敢过问 原因很简单 因为船上装载的都是违禁品 铜钱 而且数量之巨净达十万银 一鸣就是一贯 一贯就是一千文 所以十万米就是一亿枚铜钱 这么多的铜钱装在船上 当然很重 又因为是走私 只能晚上出海 再加上风高浪急便沉浪 这就有三个问题 铜钱为什么是违禁品 都是什么人在走私 合法贸易的商品又有哪些呢 那就先说铜钱 铜钱原先是中国人日常买卖的通用货币 从秦汉到唐宋都是如此 所以海外贸易使用铜钱也很正常 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雄厚 方方面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政府和商人也信誉不错 许多对华贸易国十分放心 于是他们便纷纷要求使用大宋的铜钱 甚至只肯用大宋的铜钱结算 结果是什么呢 宋代的铜钱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美元 这当然很让人自豪 但可惜铜钱不是纸币 不能印了又印 没有铜 钱就住不出来 留向国外的铜钱越多 留在国内的就越少 结果大宋自己没钱用 政府只好进行货币管制 禁止铜钱出口 然而屡禁不止 就连输入国的禁令也不管用 比如建九四年 一一九三年 日本天皇曾经下令不准使用宋铜钱 然而日本的主要铜货还是他 高丽也一样 至于南亚各国更将宋的铜钱 分库储藏 以为镇国之宝 于是宋钱之流失 最远竟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 到达了哪里呢 到达了今天的索马里和桑吉巴尔 这可是考古发现所证明的 铜钱流失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银奖 比方说南宋李宗时期 国内白银曾贵到每两价值三千五百万 海外却只卖一千 也就是说 只要你出资一千 就满满净赚两千五百万 即便国内银价最低的绍兴三年 也有一千两百万的利润 这样的诱惑 请问谁能顶得住 东南沿海的居民 简直只用倒卖白银 所有的生活就够了 所以有需求就有市场 禁止出口 那就走私 走私的人分三种 第一种是宗室 官员和将领 他们凭借自己的特权 横冲直闯 边境里面随便出路 海船满载而归 公然之往往云不顾 竟是谁也奈何不得 第二种是土豪富商 他们大多呢 就是说财大其粗 出手扩重 可以上下打点 买通买通 士博司的例行检查 也就成了例行的公使 第三种啊 就是市井小民 只能凑些小本钱 交给前面的两种人经营 所得仍然可观 如此看来 大老板们获得的暴力 暴力有多少 用脚趾头也能算得出来 当然了 这个传承 那你就只能自认倒霉 其实啊 正规的海外贸易 也由这三种人进行 同一条船上 则有不同的等级 最高的一级啊 叫做钢手 副钢手和杂士 相当于船长 大副和二副 他们往往由巨商 或船主担任 士博司呢 也赋予其政治的特权 能够处理突发事情 包括处死 处分这个客死他乡 的 闲杂人员的财产 毫无疑问啊 他们是获利最多的经营者 搭乘商船的 则是林民总总的商人 他们在船内啊 可以分到大小不一的货仓 用来储藏 来回买卖的货物 货仓同时呢 也是客仓 晚上就睡在货物上 赚多赚少 全凭运气 不过他们的关税 税率比这个船长 这个和这个高级的船员 要低 因此啊 这些货主或者乘客 便构成商船上 人数最多的 一个群体 第三种人啊 是船员 包括技师和水手 他们没有工资 却有仓位 也就是说啊 这些负责航行的船员 他们也是商人 随身携带的货物 也可以交易 所得利润 即为劳动报酬 而且在这个通关时啊 依法免税 船员的货物 有规定 不得超过 这个 总量的20% 这种以仓代心的制度啊 将船员的利益和商船 捆绑在一起 既保证了全体船员 同心同德 又节约成本 堪称高利 两宋时代呢 这个海上贸易 非常的繁荣 这其中不是没有道理的 合法运载的货物 中外不宜 大体上说呢 国外进口 主要是奢侈品和原材料 比如说象牙 香料 出口呢 那都是技术含量 和这个附加值 较高的成品 比如丝绸和瓷器 所以啊 海上丝绸之路 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或者香料之路 怎么叫 得看是进口 还是出口 进口商品中啊 最重要的就是香料 两宋上流社会啊 对进口香料的西安 丝毫不亚于古罗马贵妇 对中国丝绸的狂热 据说某一次官员 前去拜见这个蔡太师 坐定之后啊 蔡经编令人焚香 但是等了半天啊 也不见丫鬟来 哎呀 客人在这中张 希望交头接耳 蔡夫的管家报告 香已经烧好了 蔡太师吩咐 卷帘 帘子被拉了起来 香气从其他房间 滚滚而出 很快充满了巨大的客厅 厅内顿时云遮舞绕 谁也看不见谁 当然也绝无烟火之余 满座官员等于是被香熏了一遍 因此回去之后 每个人身上都是香喷喷 那一连好几天 那香味仍然残存在衣服 帽子上 经久不散 直到现在啊 我们似乎 还可以闻得到 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证明 蔡经的奢侈 因为那个时候啊 香料价值不菲 最夸张的说法是 某位商人的容颜香 仅仅两钱 就是八克 就要价三十万万 如此高价 当然未免有些离谱 但要说普通民众不敢问津 恐怕是的 所以啊 金口香料 常常被东南沿海的地方官用来行贿 至于这种政府垄断 经营的商品 怎么会到他们的手里 大家也许能够猜出 那么大宋的铜钱 应该有不少是这些香料换走的 两宋时期的这个海洋贸易啊 同成为陶瓷之路 同样很有道理 不仅因为考古发现 宋代那些精美的瓷器 走得跟铜钱一样远 更因为瓷器与丝绸 正是海路两条商路的区别所在 所以说 就是陆瓷不可能运瓷器 瓷器太重 还容易被打碎 泛运丝绸 才是性价比最好 顺便说一句 在罗马帝国 中国的丝绸与黄金等值 海运呢就不一样 完全可以运瓷器 再加上这个两宋瓷器的 这个公益水平啊 是举世无双 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 在这个伊斯坦布尔 或者沙捞月的博物馆里 往往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韩国出土的宋慈 更是能获得那个时代 所有名谣的制装品 让人叹为观止 这可谓是满船都是钱 南宋啊 这个西北与这个东北 为这个西夏和蒙古金所阻碍 仅剩东南海上的一面对外交通 泉州设世博司的资格 确立以后啊 更是像上旭我们说到的 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与广州 明州 一道 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没了路上丝绸之路 南宋的上船 依旧从南海到达阿拉伯 甚至到达非洲的东海啊 宋当局显然明白这一点 所以高宗帝下词说了 世博之力 最为丰厚 动辄以百万斤 如果管理的好 岂不是可以富国强兵 还可以减轻人民负担 为民减负 当然是畅老调的 海外贸易 就是为了赚钱 这也是两宋与唐不同之处 汉唐主要是朝贡贸易 意在养我国为 招福远一 往往是这个友谊 第一赚钱其次 两宋则是商业贸易 政府的动机也是明明白白 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 王安石变法时期啊 更是如此 只有半壁江山之后 也只能如此 事实上 这个两宋的开销极大 养官养军 花钱如流水 契丹人 旅真人 和蒙古人 到处都要给钱 却没有弄得山穷水尽 这个中国和外国 那些形形色色 大大小小的经商之人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难怪 这个蒙古人在灭宋之前 要攻打日本 原因之一 恐怕就是要彻底的切断 杭州政府的海外工学系统 这个系统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 像管道输送石油一样 源源不断 为南宋带来财富和荣耀 不切断这根血管 送就不会忘 那么海外的这条工学系统 是怎样被切断 或者说他的命运 是经历了何种的波折呢 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 海上来风 谢谢大家